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马克思呢 他的这个把这个生产力 他说什么是生产力 他生产力就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 那么这个生产力的定义是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是相对于生产力本身而言的 他所指的是生产力本身的性质 所以这个定义啊 他首先我们看到他是指的第一个 生产力本身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来分析啊 他讲的生产力本身的性质 那么生产力本身的性质呢 对这一点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啊 对一定的活动方式作了有一个说明 有一个说明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 这是我们讲的啊 他把工业活动作为一个 他说始终适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 或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的 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本身就是生产力 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原话 他在那个里面呢 专门讲生产力的时候啊 就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他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 始终于一定的活动方式 共同方式相联系或者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 而这个共同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 所以他就强调共同活动本身是生产力 那么这一段话呢 实际上马克思认述了这个生产力的生产 这个三层含义 就在这一段话里面呢 马克思实际上认述了生产力的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呢 他就强调啊 生产力 生产力作为生产的能力 作为生产的能力 是与一定的工业阶段相联系的 是与一定的工业阶段相联系的 指的是人们的工业的社会的活动和能力 是指的人们的工业的社会的活动和能力 这是第一个定义 就是我们讲的 是不是他定到这个上面来了 我们讲他现在一定要定到工业的活动 所以他就是定的是工业的活动和能力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他讲的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 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 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不是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我不是讲的财富的问题 我是讲的一个哲学的概念 这个哲学的概念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社会的结构关系 讲的是社会结构关系 讲的是什么 你这个生产力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 是一个什么关系问题 是一个什么关系问题 这是他的第二层含义 就是讲的生产力的第二层含义 这样他就把这个政治经济学家 讲的一个财富来源的一个经济概念 把它变成了一个哲学概念 去讲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家用他来讲财富的来源 那马克思用他来讲什么 我的这个社会的结构是什么 我的社会结构是什么 所以他转变了他的这样一个研究方式 研究方式 第三个呢 马克思强调说生产力由于工业的性质 而具有自身的规定 那么这个值的规定 就是生产力本身呢 因为它是工业 它是工业的活动 所以呢 它就自身值的规定 这个值的规定是什么呢 是工具的性质 是工具的性质 也就是说你这个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性质 是由它的工具所决定的 所以呢 这个马克思在这个哲学的贫困当中啊 他就强调 这是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一个话啊 就是说 手推墨呢 产生的是封建筑的社会 蒸汽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他指的就是什么呢 一定的生产工具 对于生产力的值的决定作用 对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我的这个生产力 生产能力 它体现了这个社会 这个形态 它的最重要的支撑点 就是作为一个时代划分 一个社会 到另外一个社会的 它的划分是什么 是以工具来确定的 所以正是这样呢 我们可以 包括现在 实际上很多人 虽然是没有 这个引用马次的划 但是也用了这样一个思想来划分 比方我们说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 那么他很多东西什么 和他使用的工具相联系的 我们说我们现在是进入了电子时代 或者是什么时代 他虽然没有引用马次的这个话 就是没有说是什么什么 根据这个机械的原理套出来的 他是不是用了这个思想 我用一种工具来确定 我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时代什么 就是你这个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性 这样一个时代性的这个特点的这样一个确定 所以这是马克思讲的这个工具 对于他正是因为通过生产工具 作为生产力的值的规定 这样呢 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和工具 就构成了生产力的这样一个 能的要素和物的要素 就是说一方面呢 人们有共同的活动方式 共同的活动方式 所以这一个方面呢 它是这个生产力当中的一个 能的活动要素 能的活动要素 那么同样的 它以生产工具来定义它的这样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它的劳动成果 工具是这个历史的连接 就是说可以说感性世界里面的一个技术 这个工具啊 它是一个 它可以说是一个系统 那么这样一个系统呢 决定了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连续性 就是说工具把人的智慧啊 把它临结起来了 临结起来 我一个新的工具的发现 是不是我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发展 是吧 一个发展 所以有这个火 最开始发现火是一种文明形态 那么最后我进到石器 又是一种时代 我使用的工具啊 实际上是我能的智慧的一个临结 然后临结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在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工具就构成了什么 这个感性世界里面呢 它最稳固的这样一个因素 也是充满智慧的这样一个因素 那么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在生产立马 我们前面讲了 马上是在讲这个劳动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时候 讲这个生产作为历史是如何可能的时候 它是不是强调 一方面是人的活动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刚才才讲到 可以回忆一下 它是还有一个什么 人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和它的感性世界 那么这个物质条件和感性世界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飘忽不定的东西 它一定有它的稳定的东西 这个东西当然包含制度 你比方说这个维科 它就强调这个制度的这种零固性 这种制度的零固性对能的这样一个制约性 我社会如果没有规则 没有一定的制度 那我这个社会就烂了 但是它同时也说 这个制度总是不完美的 因为这个制度它是一定能的利益的 这样一个集团之间的这样一个结构形成的 当我这个社会发生冲突以后 你这个制度不完美冲突以后 那么我在改变这个制度 所以能在不断地改变制度当中 一方面制度约出每个人 使每个人服从于这个制度 但是呢 人之间的冲突又去改变这个制度 所以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制度的进步 这个制度它不可能是完美的 如果最完美的东西只有在上帝那儿 它就不发展了 人之所以要发展就是因为它是不完美的 包括它的制度 但是马克思呢就不仅仅考察这个制度的不完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历史当中一个很凝结的 就是连接人类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什么是工具 所以他要考察这个工具系统的发展 对于历史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他这样生产力啊 那就形成了生产力当中的 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 正是这两个要素的相互作用 决定了生产力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性质 从而也决定了生产力的历史运动方式 历史运动方式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就从对生产力的一个静态的描述 也就是说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进到了对生产力的一个动态的研究 动态的研究 也就是动态的描述 这样呢就进到了对这个生产力的内在进程的一个叙述 一个叙述 那么这一个叙述呢就是马克思啊 在这个自安联科夫的信当中 具体的认述的这个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历史运动 他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 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基础 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 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 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决定于他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 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他说后来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 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 由于这一简单事实就形成了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 就形成了人类的历史 他说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 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以发展而越以成为人们的历史 由此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活动 所借以实现的形式罢了 那么在这一段话当中 这是因为马克思之安宁科夫的信誓 他对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历史形态的一个 很经典的一个说明 那么在这个说明当中 马克思所说的什么 既得的力量 既得的力量就是相对于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而言的 就是你这个共同能人他们的活动的结果是什么 是就是说生产力的这样一个特点 生产力的特点 这个和生产力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人们共同活动力量 这样一个特点相定义的 生产力就被定义为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 就是说它把它自身的能力运用出去 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生产的能力 所以定义为这个人类应用这个能力的结果 是人们共同劳动的临结 是人们共同劳动的临结 它既包括了先前的人们的活动方式表现为一种传统 又包括先前人们创造的产品 产品及生产的工具 而和这个既得的力量发生联系 并改变这个既得力量呢 就是个体的活动 所以讲的是什么 个体的活动和它的先前的一个既得力量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能不可能超越它的这样一个既得力量 你总是在你这个既得力量的基础上发展 但是它也不是简单的继承这个既得的力量 它要不断的改变这个既得的力量 所以才推动了这样一个既得力量的发生的联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生产力又被定义为个体的活动 所以它是既是既得的 同时也是个体的活动 所以作为这个物质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 在历史运动当中就表现为人们的共同劳动和个体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人们活动的主观和客观 历史和现实创造之间的作用关系 所以这样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它既有个体的这样一个活动 这是它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因素和它的能动的方面 就是说它能够突破既得力量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同时它有它的客观的历史的因素 就是有它的传统 这样才能有它的整个生产力发展 才有它的一个连续性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讲到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说可以看到马克思怎么通过生产力的概念来散发他的历史的 这个和他讲的前面讲的什么是历史 怎么去定义这个历史的性质 它是相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的发现 为什么说是马克思在这个历史观的 在整个人类对于人类历史观的一次变革 一次变革 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个生产力概念的提出 对政治经济学的这样一个改造的这样一个意义 他研究政治学改造的意义 这个马克思在讲这个 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资本人里面 大家可能是不经意的一句话 但是也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说 这个德国啊 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里面呢 它是不如英国人和法国人的 就是它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是它是不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面 完全无所作为的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可以用政治经济学 创造一种新的哲学来 那么这一点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无能为力的 他们是赶不上的 因为他们总是在经验的地方来描述 而看不到政治经济给予哲学的这样一个 改造的这样一个力量 那么马克思呢 从政治经济学里面 当他把这个经济学上升为一种哲学理念的时候 他又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 也超过了德国古典哲学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意义 这是我们要这个讲生产力概念 要联系起来讲 看到政学概念在马克思 政学的研究在马克思哲学的意义 同时要看到马克思 这个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作为 他不仅仅是发现了什么 劳动力概念啊 什么这样一些东西 这个对经济学本身来说 而是什么 他发现了一个哲学 对人类历史的一个说明 对人类历史 我怎么去探讨人类历史的 这样一个内在动因的问题 怎么去说明历史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如果历史我们按照自然的 就用一种抽象的方法 自然的和这个幻象的东西里面 去说明历史 历史在我们面前永远是一种幻象 永远是一种幻象 找不到什么是历史 所以马克思呢 通过这样一个研究 对历史的本身的研究 对生产力的说明 找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连接点 历史的连接点和他的内在发展动力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还值得提出呢 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是个体的活动 强调生产力当中的个体活动 是对作为人类共同劳共同活动 临结的既得力量的创造 在创造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 强调个体自由的思想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他所体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两个地方啊都强调 工业活动对人的解放的意义 都强调了工业活动对人的解放的意义 所以马克思重视工业的活动啊 是强调工业对人的解放的问题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生产力的一般定义 生产力的一般定义啊 它的意义 但是呢 马克思在得意志意识形态里面 和184年经济学手稿里面 在强调工业的时候呢 他也有一个区别 有一个区别 就是说马克思在这个时候 在得意志形态里面呢 他所讲的这个工业对于能得解放 他不是采取一种思辨的方式来认证的 不是采取思辨的方式来认证 不是停留在政治经济学 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上 就说我不仅仅是从政治经济学 这个层面上来分析 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而是深入到生产力的历史考察 深入到历史考察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 他是把这个生产力和交换价值 把它区分开来了 如果这个分立意味着什么 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哲学和经济学的分立 既然他这个生产力是一个一般的概念 他具有一般意义 指的是工业劳动 我可以不仅仅把它研究这个交换价值 我同时可以研究什么 人类历史的发展 研究社会的结构 社会的形态 是不是 它的这个抽象意义 一旦抽象出来 它的哲学意义就呈现出来了 如果你这个政治学家 他为什么提出了生产力 而不能发现人类历史呢 因为他把它包裹在这个交换价值里面 所以就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啊 来研究这个问题 而没办法把它抽象出来 作为一个说明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概念 作为人类历史的概念 所以马克思呢 把这样 成为这样一个抽象啊 他就深入了什么 生产力的历史考察当中 把生产力当作个体解放的力量 当作个体解放的力量 说明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啊 对生产力的规定啊 并没有放弃 而是发展到他先前的思想 如果他那个时候提出 生产力是解放的力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他发展了这个思想 就是说他以生产力 揭示了人类历史规律 于他强调人类解放 和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啊 是内在的联系在一起了 联系在一起了 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中介 就是工业的活动 就是工业的活动 所以马克思啊 从这样由此出发 马克思就把工业的活动 作为生产力概念的主要内容 所以他就是把工业的活动啊 作为生产力概念的主要内容 强调始终必须把人的历史 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 联系起来 研究和探讨 所以呢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 生产力的历史 就是工业对人的解放的历史 对人的解放的历史 这就表明生产力的概念 经过马克思改造 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而成为了一个哲学的概念 他所讲的是人类社会的结构 和历史发展的问题 那么也是讲的人的解放的问题 所以体现了生产力的概念呢 体现了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 也体现了马克思 研究历史的宗旨是什么 讲的是人的解放的问题 人的解放问题 所以生产力概念具有相当的批判性 具有相当的批判性 这是我们讲的生产力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一次我们讲生产关系这个概念